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愿意跟詹姆斯一起打球 跟詹姆斯做队友到底是什么感觉 勒夫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 勒夫本来是森林郎的头号球星 他在2014年夏天被叫一致骑士 跟詹姆斯 欧文联手 成为球队的第三人 你必须要跟随他 勒夫说道 对于这一点 你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勒夫来到骑士训练的第一天 詹姆斯就突然叫 停了训练 把所有人带到科医室 召开了一个球员会议 告诉每个人他们需要扮演的角色 而当时的教练布拉克就在训练场等待着詹姆斯开完会 当然 如今的詹姆斯在领导球队 方面变得更加成熟了 他不会再这么跃拳 去做一件事 在忽然的第一次训练中 詹姆斯甚至都没有发表讲话 他趁着是主帅沃顿的工作 勒夫表示 跟詹姆斯一队 你必须要接受你不再是球队当下球形的事实 跟詹姆斯一起 你就不是球队的老大 勒夫说道 我当时能做的就是尽量去坚持自我 而不是假装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不管大家同不同意我的空点 至少我的声音被听到了 对勒夫而言 这种角色的转变并不容易 但你必须要去适应 因为詹姆斯能率领球队赢球 勒夫在森林郎长年无缘季后赛 单元首詹姆斯后 他们连续四年打入总决赛 并在2016年夺冠 在森林郎下午历时 我们没有老将 比赛缺乏持续性 兜兜转转转又回到原地 我养成了很多坏习惯 勒夫说道 而跟詹姆斯一起后 你必须要调整角色 让自己有更大的弹性 我经历过艰难的夜晚和黑暗的时刻 但我一直在努力适应 因为詹姆斯能够确保你每年都有冠冠的机会 勒夫接着说道 他让很多球员赢得了冠军戒指 他能让你在最高水平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我们赢了 团集在一起 到现在依然是兄弟 如果明年有超级巨星 询问勒夫 跟詹姆斯搭档是什么感觉时 他会这样足矢相告 相安